白月星空的一個教育機制 這個評審念頭是 也是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 想到我女兒最後傳給我們的訊息 她是在入社 然後她說哇爸爸天空好女兒 今天可以伴著星空睡著 因為她是雙主修 她前前後後期中考考快要一個月 終於可以放雙了 傳給我們 那其實就變成是最後的道別 那我就想到說 你就把它變成一個名字吧 那為什麼別用文語的名字來當紀念 其實當你把它鎖定在一個紀念的時候 她的格局就限索了 我希望她是對我們所有的學子開放的 我只是一個起頭的人而已 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一個身份 將來這筆紀念號也運用她 甚至還可以擴大 讓她更妥善的運用 不要說名字就綁在她的文語身上 我覺得那個格局也是不太好 那讓她們夠擴大 把這個效應更好 那特別是我們有些 這個三四二學長 都是在客方 都是很有成就的 我想你們都看到我的心聲 這方面要請你們多多幫忙 我們各自發揮影響力 讓這筆基金能夠照顧更多的人 那另外我這邊也要再拍拖 就是基本上對登山交易過以前 其實我以前是在當兵的時候是受過三群 所以對登山交易活動 這方面是有一點點經驗跟看法 所以事發之後我也對一些登山相關行為 我也特別留意 那我們政府從2019年去年開始 就是開放三月的政策開始 那包括現在疫情 解封之後大家 往山上的一些交易很多 可以預見的 就是我們三月活動 它可能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法令沒有完備情況下 糾紛跟一些顧慮 還有被避免會越來越多 那我這邊 就提出我個人很淺的看法 因為畢竟在政策上面 那個高度跟市也是我不擠的 那我們這邊 因為長期就是在這個領域 都可以去做 拜託 對 在登山的這個交易流 登山的產業鏈上面 能夠做一點點 就是可能我們事先 稍微去多了解 那這樣的議題 我想後續 或許 或許社會的需要 或許我們 在立法上面要再往前進 因為目前的法令來講 我自己判斷是 似乎不足以 應付我們這麼多 各式各樣的登山的立場 那如果我們超前一點 去關心這個議題 我不敢說 建議議員 就是搶投箱這個意思 不是啦 說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當這個議題被提出來說 我們已經有所謂的資料 我們很快 就可以到第一線 跟大家做這方面的提示 這部分真的很辛苦 幫你 要幫助你們 跟你們處理團隊 一起來 另外我要對交易當委的建議 是 我知道這次登山社 上山去的一些裝備上面 他們 他們有些設備 事實上有一點點不足 從登山的那個監察報告 有沒有看到 有一些不足 那我想是不是 對負責的別怕 也了解一下 各當院下相關的登山社團 如果他們的裝備上 的確有一些不足 因為有些裝備 事實上可能 套備上面 會稍微多一點 那如果說在經費上允許的話 就是 做一個調查 各有登山社團 如果他有裝備比較不足 然後我們庫裡面 這邊也可以多做一點點 那經費上的補助的話 這個 希望能夠多幫忙 那另外就是 我也想到了 因為自己就在國小服務 那很多資源 被 被醞釀的情況 不是讓你有效率 會得到社會人多的負面評價 那我就想說 如果說我們登山的產 產業一定要建立 那我們交易這塊 勢必也要推 那如果說我們在 台灣就是北中南方 馬市區 也不見是正式區 就是說 某一些比較標般的學校 他們也登山的 相關的社團 或者是這樣的系統 可以的話 是不是領選出來 比較標般的一個大學 那成立就是一個 三月教育的中心 這其實可以結合我們 環境教育等等 那其實這樣發的功用 就很恐怖 因為他集中資源的 他可以做成就 而且我們 就是說 你在績效責任的考量上面 也比較方便 他有熱心的資源 太多浪費 然後他又可以整 他又可以上 往上跟往下整 往上社會資源 往下 高中 國中 小學 這些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 把它建構成 比較完整的一個 這個理系來講 應該是很值得去特別看的事情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 我們國內的各系所 包括那個休閒 休閒教育產業等等 其實很多事 我記得是四十幾所 可是好像沒有特別 針對在三月教育這塊 如果大家去 在那個休閒 都可以換一下 在那裡 有些難度 能夠 不然 一個難度 所以 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演出 始終 有很難的 是 過 有些難度